一行朋友独处的时候真的对对方没想法吗? 这个女人的回答很诚实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疑惑 那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 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应该是有纯友谊存在的 只不过这样的友谊很少 很多时候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中都掺杂着一些爱情 只不过两个人想要这段关系不会变得尴尬 如果说出来会连朋友都没得做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愿意捅破这一层窗户纸 其实很多时候男人会喜欢上自己的异性朋友 女人同样也会喜欢上自己的异性朋友 可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喜欢就能够在一起 也要考虑到许多现实的因素 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人 因为不能够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而伤心欲绝了 往往异性朋友之间都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异性朋友独处的时候真的对对方没想法吗? 这个女人的回答很诚实 就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和对方一起吃饭时会有想法 很多人都说只有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吃饭 这才是美味的 所以说只要和在乎的人在一起吃饭 其实吃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 一个女人如果邀请她的异性朋友吃饭 两个人单独吃饭 往往这个女人会对对方有想法 因为在吃饭时对方会照顾自己 那种对对方很照顾自己的感觉很棒 所以在和对方在一起吃饭时 往往会有想法 和对方一起逛街会有想法 虽然男人和女人是异性朋友 但是两个人也会约在一起逛街 这时候女人往往会因为对对方产生想法 因为对方会为女人做参考 就如同男朋友一样 对方也会为了女人买单 就会让女人感受到了来自异性朋友的男友腻 所以说往往两个人在一起逛街 很容易就让女人对男人产生想法 和对方一起旅行 很多人都说 女行可以检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 只要出去旅游一趟 就能够知道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异性朋友一起出去旅行 往往会让女人对对方产生想法 因为旅行的时候 女人又能够看到异性朋友不一样的一面 进一步感受到了来自异性朋友的魅力 所以说和异性朋友出去旅行 很容易对对方产生好感 在对方照顾生病的自己时 有时候异性朋友真的比男朋友还要给力 很多男朋友做得还不如异性好 所以很多女人都会对异性朋友产生好感 比如说在自己生病的时候 异性朋友会在第一时间 就到女人的身边陪伴女人 这时候女人就很容易被异性朋友感动 也会对异性朋友产生不一样的想法 男人和女人之间有蠢友谊的存在 但是绝大部分都会对对方产生想法